Attention Yes Si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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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Madam 你閉嘴吧 你懂不懂步操的嗎? 用嘴巴的嗎? 阿Sir 我們操成怎樣? 都不俗的 開玩笑而已 今天我們很難得來到 尤麻地民眾安全服務隊的總部 來到這裡想問William 我們知道平時民安隊 會協助一些紀律部隊 去做一些巡來的工作 或者拯救的行動 當中需要一些車輛配合 就像後面這一輛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呢? 這是下一輛的吉貝車 負責車民安隊的山嶺首救中隊 去做一個搶救的 嗯 或者我帶你上車去看看 好啊 因為我們在用這個山嶺首救車 不單止是限於給山嶺首救中隊用的 我們會是因應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環境 我們會決定是用不同的車輛的 其實那輛車的長度 可能會比那輛私家車長一點 例如舉個例子 當你進入一些深山裡面 一些較為窄的路 我們就會用回這輛車 去運載一些隊員 而且這輛車 還是一輛四驅推動的一輛車 變成來說 去到一些較為多泥寧 多石的地方 或者一些較為窄區的地方 都可以向前走 而當每次出勤的時間 其實隊員會即時將山嶺首救所需要的器材 才是放上車的 因為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因為這輛車其實都提供給不同的中隊使用 例如這個承索 拯救的器材 搜索的電筒 急救器材等等 而車上也有些不同的層架 層次 是方便去上落這個器材的 天黑了 個個放工就回家 而文安隊電單車表演隊的隊員 就在正職以外的公餘時間操練 練習不同的花式 細咪和馬丟咪還訪問了教練阿Ben 和隊員Penny 電單車表演隊每個月 都會有一次常規的訓練 主要都是練習 怎樣去控制電單車 平衡各樣的技術 以及建立隊員之間的一些默契 其實電單車對我來說 是一個興趣反而大一點的 你說對於平衡有什麼幫助呢 我覺得在駕駛上的信心會不同 其他來說 如果你說我自己來說 我會覺得 因為這個是一個集體的表演 例如我們的晚花童 扭扭落 其實看上去可能難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其實要做得好看 其實也是要講大家的默契 要配合我們不同的速度 大家走位要是很一致 才可以做到一些完美一點的表演 藍王方面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當我們表演完不離場的時候 我們的車隊很整齊地離開會場 周邊的觀眾給我們的掌聲 支持來說 我覺得是真的很開心的 所以是特別難忘的 他們每個月都有一次操練 練習不同的花式 千萬不要走步 先看看 鐵騎擂台其實就是我們將隊友 每一隊可能有三至四個隊友 分成兩隊 而全部人都是駕駛了一輛電彈車 我們主要就是用這個電彈車 鬥將對方的車後面拖著那個氣球 去踩爆 小羅漢這個動作是由五位的隊友組成 其實你會見到 一輛電彈車不斷在牆上轉圈 而期間會有不同的隊員 是會不斷爬上車上 變得車的平衡、車速 大家隊員之間的合拍等等 都做得很好 這樣才能夠在轉圈後 五個人都一起上車上